一间小小的书房却是我国古代最别致最讲究的书房之一 不足八平米的小房间包罗万象 蕴藏着深深的人文情怀与智慧思想 这间小小的书房便是乾隆书房三西堂 领略了太和殿的庄严肃穆大气磅礴 很难想象一代帝王乾隆会把自己的书房修建得如此之小 悬挂在三西堂内的这幅对联大有讲究 博文强制宝读诗书的乾隆对其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这幅对联有着怎样的深意 小小的三西堂究竟有着怎样的不俗之处呢 请继续收看迎春化名连第二集 庄严典雅 紫禁城 那么我们要说的第三副对联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这个第三副对联来自养心殿西暖和的一间小房子 它就是乾隆皇帝的书房三西堂 为什么是三西堂呢 原因很简单啊 这个三西堂它虽然小 面积还不足八平米 但是它却是天下极其知名的这样一个小房子 那么关于这间小小的书房啊 一般人经常可能想问的问题就是这样几个 第一 这个皇帝家那是富有四海 为什么他的书房竟然搞得这么小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三西堂这个名字听起来 现代人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古人给书斋命名都是大有讲究的 我们知道这个乾隆爷是一个读书很多 天分也很高的皇帝 他肯定不会平白无故地给自己的书房 起这样一个很奇怪的名字 那么这个名字当中又有怎样的寓意呢 我们现在就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那关于第一点 为什么皇家富有四海 为什么他的这个房间竟然这么小 这个回答非常简单 按照古人的话说就是为了聚气 一般古代人经常讲啊 你经常居住的这个房屋 而不是那种举行大典啊等等这样的地方 你自己要经常住的这个地方 一定不要太大 一定要聚气 我们看其实不光是这个三西堂 其实你看那些后宫那些妃嫔 所住的这些卧室 皇后所住的这些行主坐卧的地方 其实它都不是很大 照我们今天可能更容易理解的话说 你每个人都其实是要向外辐射能量的 你住的这个地方如果太大 太空旷的话 你的能量就是太容易像四周的这个辐射 那么第二个就是涉及到它的名字了 为什么叫三西堂 其实乾隆有一个专门的三西堂计 这个三西堂计呢 就解释了这个缘由 简单来说吧 有两层含义 一个是最简单的原因来解释就是因为这个三西堂里边呢 藏了他特别真爱的三副 应该说自己最真爱的书法的名帖 这三个名帖呢 一个是王羲之的快雪石晴帖 一个是王羡之的中秋帖 还有一个是王巡的博远帖 这个乾隆呢 他对于王家 那个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崇拜 甚至你说为之着迷也好 他是王家的这个超级粉丝 他得到了这三个西式的法帖之后啊 就特别的喜欢 他藏在这个自己的书宅里边 有空的时候就加以把玩 古代的这个西有的西 跟这个希望的西 有的时候是这个通用的 所以三西堂的第一个意思 最表面的意思 就是在这间房子里 收藏了三副西式的名帖 那么这个第二层是比较深的原因呢 是因为宋朝的大儒周敦仪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叫做圣兮天 贤兮圣 士兮贤 翻译过来呢 就是圣人希望学习真正的天道 那么贤人呢 希望学习圣人的学行 那么一般的世人 则希望学习贤人的品格 这个话非常有名 那么乾隆呢 也是借这个三西堂这个名字呢 然后借这个话来勉励自己 应该是积极修养 不断超越 上升到更高的心灵的境界 这是三西堂这个名字的来历 我们呢 在看了这个三西堂的 这个名字的来由之后啊 再看 挂在三西堂里边的这幅对联 我们就会感到那种有惠于心 就能够欣赏到这幅对联里边 所含有的那种微妙而深远的 这样的一种意思 这幅对联是这样写的 怀抱观古今 身心脱豪素 我们看这幅对联 它韵味典雅 也说明了自己的心智 与此同时呢 和书斋这个特定的场景 也是浑然天成 那挂在三西堂中 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们知道 这个对联有一个基本的特点 就一定是 这个最后以平生作结的 你是念错了吧 应该是身心脱豪素 怀抱观古今才对 你怎么念成了 怀抱观古今 身心脱豪素了呢 韩老师你没问话 我要说的是 还真不是我念错了 你去到三西堂这个地方 你去看一下 人家对联就是这么挂的 那么既然没有错 为什么这个对联 跟我们今天所印象当中的 应该是 座起平收的这种感觉 应该不太一样呢 答案是这样的 一副好的对联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初句要好 对句 要更出彩 那这幅对联来说呢 上联是怀抱观古今 气势很宏大 但是不是特别的具象 略显空泛 下联呢 用身心脱豪素 就把抽象的东西 一下子就给具体化了 让上联那个浩大的气势 找到了切实的落脚点 就是豪素 因为皇帝的身心呢 明面上是寄托在 西式的法帖上 实际上是希望达到 三西的最高境界是西天 下联达到西天的身心 才是乾隆的最终的目标 如果把它颠倒一下 那么这样的一种关系 就不存在了 对联的深度将大打折扣 我们其实看 怀抱观古今 身心脱豪素 他其实有这样一种感觉 先是比较大的一种情怀 最后落在这个地方 我们仿佛看到了 乾隆那种坚毅深沉的目光 看到了他自己 玩上这几副法帖 以及内心的这种期许 我们是能够感受到 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的 中国古人啊 讲到写诗 讲到作对 讲到这些事情 这个固然像这些 要遵守的这种瓶子啊 什么这些东西 是比较重要 但这是在一般的情形之下 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比这个更重要的是 它的文化的内涵 是它的韵味 比如说孙中山先生的那幅明连 叫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你颠倒一下试试 你说同志仍需努力 革命尚未成功 那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 这些呢 都是形式要服从于内容的最好的例证 所以呢 我们看了这个乾隆 三西堂的这样一幅对联 怀抱观古今 身心脱好素 我们不但可以欣赏这幅对联 也可以了解古人 作对乃至写诗填词 它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讲究